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太阳 月亮 上升 晶器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 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 让人事物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会尽可能的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液 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 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娟 在进入我们今天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呢 有一个好消息呢 要先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3年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在我们的9月份 正式开始招生啦 那由于呢 这个是我们这一年度 最后一个班级招生 所以呢 我们会采用限时 以及限量的这个名额呢 来进行招生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你呢 来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我们有详细的介绍页面 以及相关的这个连结 那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呢 我们会着重在培养你强重的 这个心灵肌肉 那当然呢 我们要灵活运用 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来到宇宙小学堂 我们会协助你来转换思维 并且突破框架与信念 那最重要的是呢 里面的工具跟方法 都非常的简单 能够协助你在面对生活的 实际状况的时候 能够将它拿来进行一个运用 所以如果呢 你对于这个宇宙小学堂 有兴趣的朋友们呢 欢迎你 不管你在世界各地 都可以来上我们的课程哦 因为我们不仅呢 有线上课程 也会有这种非常丰富的 互动的团体辅导的这个过程 所以呢 很多同学们 他们都有非常棒的反馈 所以呢 如果你想参考 你的学长节的反馈呢 在我们的介绍页面 以及IG的现实动态呢 都有这些同学们 来分享他们的喜悦 所以非常诚挚邀请 所有的朋友们 如果你对我们宇宙小学堂 基础养成般有兴趣的朋友们 请到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来参考我们相关的资讯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 这一次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 母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影片呢 是要给你们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么一样呢 会有这个12星座的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首先呢 我个人会感觉哦 这个母羊座的朋友们 最近呢 特别可能喜欢吃空心菜 或者是你最近很喜欢吃菜梗 我知道这个讯息有点奇怪 就是你最近像 比如说菜心啊 或者是脆瓜啊 就是你喜欢吃这种 就是咬起来是有那种 口感的那种 蔬菜 OK好 所以呢 可能种类很多 所以呢 我大概就举一个 几样 稍微给你做一个参考 好吧 OK好 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母羊座白羊座的朋友们讯息是呢 这两到三周啊 我个人感觉呢 红色或橘红色应该都算是蛮适合你的这个幸运颜色 好不好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服装啊 配件啊 饰品啊 水晶上面做一个调整 因为呢 我会感觉这个红色跟橘红色的能量 会让你更有动能呢 或者是有动力 去完成你现在想要实现的一些目标 或者是理想 好不好 因为我感觉哦 你前阵子呢 可能会稍微有点像是 怎么说呢 有在行动 但是这个力道不够强 所以呢 这两个颜色呢 我觉得类似色呢 会比较让你有这种感受 好不好 那最后一个 要给这个母羊座的朋友们的这个 开场讯息呢 我会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母羊座的朋友们呢 可能呢 你在心里的一些担忧呢 我觉得呢 还会缭绕一段时间 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也不是一个坏消息 就是我感觉这两到三周呢 就是你心里的一些想法 或担忧 或者是 目前可能在遭遇的一些事情 或遇到的一些状况呢 可能还没有来到一个 比较明朗的阶段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会建议你要能够持续的 协助你自己向前走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 为什么那个红色跟橘红色能量场 我觉得我可能会有所帮助 好吧 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 我们就准备来进入这一次 你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了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宝剑9 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也是月亮排卡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 希望透过我 来传递给 母羊座 百羊座的朋友们好吗 请给你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 呈现跟细节 OK 我觉得你今天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的能量场蛮简单的 我可能会有点快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可能会让你在 我觉得这次的状况 比较蛮 应该是蛮小众的 母羊座或百羊座的朋友们 好不好 来 这个宝剑9呢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的能量场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 等一下我一起来做一个解说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权杖9 抽到宝剑8 抽到这个圣杯7 我感觉在过去的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啊 我觉得你可能有一点不知所措 或者是不知道怎么选择 甚至是有一点困惑 然后呢 在这样交手的相关状况人数当中 我觉得可能会触发了你的不安全感 或者是不太肯定 自己这样做的这种 就是决定或者是选择 对不对 所以这会让你在一个 摇摆不定的过程当中 感到有点紧绷 或者是有点紧张的状态里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会觉得这个可能 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会动摇你的根基或地基 OK 因为我会觉得 他可能会让你在安全感这一块 那安全感有很多 可能是经济上面安全感 人际关系上面的安全感 或者感情当中的安全感都可以 其实你自行灵活去运用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会让你来到了一个 就是你 你哦 这个要稍微讲清楚一下 就是你会自己觉得受困在其中 你会对自己有不肯定的感受 你会对自己觉得说 这些人好像比如说都是来 比如说霸凌你好了 欺负你好了 或者是来挑你毛病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感觉 在你过去能量场上面 甚至有点困扰着你 那在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是圣杯 列有抽到是钱 列有抽到是圣杯 吧 这样的能量场呢 从过去到现在呢 其实是有点持续延续的 然后呢 甚至我个人会感觉 某部分的这个母羊座 或白羊座的朋友们呢 甚至会去思考说 那我投入这么多是为了什么 所以这一展明月啊 挂在这边 你看着这个月亮 然后看着自己 曾经付出的这些东西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呢 这个钱币六啊 是你看你所努力的这些东西啊 这些所有的什么蟑螂啊 昆虫啊 他们都想要来把它 就是纳为己有 就把它收到这个 这个桶子里面啊 就像这个木桶里面 纳为己有 你看这些虫啊 是拿给这个人 拿给这个虫 然后呢 一个一个把它要 把它准备搬进去这样 然后后面这个感觉 又让我有一种 虎视眈眈的感受 就是你呢 如果做了 也被别人端走了 比如说这个 我们这样讲 业绩也被别人分走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叫我这样说 比如说业绩也被别人分走了 然后做再多 别人也会觉得说 好像是应该的 然后甚至会有一些人 来剥夺这些东西 或拿走这些东西 或者是原本属于你的 他们都觉得 好像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状况下呢 我觉得这个圣杯舞 加上这个圣杯意在这边 有一点像是说 你也会去思考啊 就是你看这两个人是在传递东西 但传递的是你的圣杯啊 就是这个合作呢 其实你会觉得说 你现在我会觉得 这某部分的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你们是还在这个状况里 所以你这个圣杯舞 王小明拿走了 类似像这样 或者是 比如说你把这个家 整顿得很好了 就让你的另外一半 无后顾之忧 结果他就去旁边 外面玩 或者是去 比如说 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就完全不管家里的事 就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件事情呢 这个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呢 我个人会感觉 他会让你呢 来到面临这个挑战 就是这个保健酒 OK 你注意看到 这个保健酒呢 是有一个像是一个女神 坐在这边 OK 然后呢 这边呢 总共是有四支保健 四支保健 一支保健插在他的 这个头上打横的 这样子OK 我个人会感觉啊 这件事情呢 会开始来到的一个 就是双方彼此都要去思考 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是不是一刀两断的时间到了 或者是我们应该要 说清楚 讲明白的时间到了 因为这个保健在这边呢 闭上眼睛 看着这个保健的这个状态 有点像是说 我希望能够受到一些 比如说 我希望能够得到一些资讯 我希望能够得到别人来协助我 或希望有人能够来帮助我 等等之类的 你们可以去套用你自己的状况里面 就是这个东西 有点像是你在期待的 能够把这件事情 看清楚 画清楚 或搞清楚都可以 然后呢 双方之间呢 这个保健室呢 就有点像是说呢 你们彼此之间呢 其实呢 现在就是处在一个 敌不动我不动 然后你也不要伤害 我也不要伤害你 但是我们知道 这件事情 总有一天会引爆的 或总有一天要面对的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OK 你要不要准备好去应战 要不要去迎接这个挑战 我觉得这就是在你的挑战牌卡的牌位 这个牌证上面 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关卡 因为呢 我觉得 这样子的状况啊 不是只有你在思考 对方 他可能心里有一把尺 或他心里也有一些 他自己的想法 可是可能你不知道 那在未来这个状况呢 你抽到的是一个权杖国王 还有抽到一个影视牌卡 还有力量牌卡 我个人会感觉啊 这个挑战牌卡的意思 有点像说 这边这样子的状况 你准备好接受 要一翻两叩年 然后要把这些事情公开来 或把这些事情拿出来讲 或把这些事情来做一个了断吗 如果你去挑战的这个位置 OK 你接下来呢 要做的就是这三张牌卡 权杖国王 影视牌卡 力量牌卡 意思就是说 你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 你要拥有足够的智慧 还有你要拥有足够的动力 就是说 我既然挑战了 我就要全力以赴了 比如说假设好了 公司老师给你一些乱七八糟的案子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怎么做 都不对 主管一下 嫌弃你那个一下 说你那个这样子 然后一下 你的同事也同意你 一下又在背后戳你个小人 所以这样的状况 造成你有点不知所措 好像又要就是防范外敌 然后自己同专案的这些同事 你也不知道到底该不该相信 来到新机灯这个能量场 这些东西 好吧 我们就讲它 绕了一个段落 结果呢 这个成就去被别人端去 那这个主管跟别人同事 倒是很开心 拿着你的圣杯液 在那边喝来喝去 然后这些东西 所有东西都被剥夺了 所以来到这个挑战牌位 你要不要把这样子的真相 攻诸于世 或你要不要去挑战他们 或者是你要不要去争取 或者是你要不要去把药回来 或者是你要不要说 你想说的话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的挑战 所以一旦当你决定 这样子做的时候 这三个东西 你要准备好 力量排卡 内在智慧 还有行动力 意思就是说 你一种不能说 你一种不能说 你要去争取这个 就是跟主管说明 所以其实这个报告是你做 你总不能说主管 我想跟你讨论一下那个报告 主管跟你讲说 要讨论什么 不是都已经呈上去 顾客都很开心了吗 这件事情不是结束了吗 然后你就 然后你就回你的位置上座了 那就代表说 你这个力量没有拿出来 你这个去沟通的这个智慧 也没有搞好 也没有先准备好 也没有re个搞 然后来到这边 行动录 别人跟你一句话 你就被打了 你就打退堂鼓 就回到你家去了 OK好 所以这三个东西要准备好 OK 智慧 力量 还有谋略 OK好 我觉得还有行动力 这些你都要去想好 因为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世界是月亮牌卡 OK 这个月亮牌卡 有点像是说 这些东西你会有不去处理 你会在心里有所过爱 这个月亮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会过不去这个坎 这一绕桥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你过不了这个情绪 你过不了这个坎 你这股气 没有办法吞下去 所以如果你要去挑战这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要带上 好吧 不然就会卡在这里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验证牌卡 好不好 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不管是新朋友老朋友都来看一下 好不好 因为宇宙验证牌卡 其实会重复来验证我刚刚所说的这些内容 好不好 然后有些时候会有重复的这些牌卡 然后会来验证 说比如说这个地方 重复出现 那就代表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争结点 我们要做的朋友们 好 来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来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样的讯息要提供给你作为参考 好不好 来吧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的牌卡呢 分别是前B6 还有这个圣杯4 好 来 你有沒有发现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个前B6在过去也验证了 在现在也验证了 OK 好 来 我这样解释给你听你就懂了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很认真 就像我讲的 你很认真经营这个家 你很认真经营这段感情 你很认真经营这个合作关系 甚至很认真做完这个状案报告 这个花 其实应该是向上发展的 对不对 应该是向上发展的 可是呢 你看 可是呢 这个向上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这边有一只手伸出来 然后这边好像有滴血 然后就粘在这个叶子上面 这样 OK 这张牌卡给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当你在往上看的时候 你就说 奇怪我正在长大 为什么会有血滴下来呢 这个血不是说真的流血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是说 有人想要来粘一点点 粘一点点 粘一点点的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会觉得 你这个东西会被拿走 OK 所以其实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我觉得你可能向上 你可以看这朵花 它的眼神是有点疑惑的 就是你可能在过去的状况 甚至还不知道说 这件事情已经在酝酿了 或在发生了 但其实这些人 已经准备要插手进入了 OK 所以这张牌卡 是这个圣杯寺 OK 这个圣杯寺的感觉 你看这个杯子个别 是站在这个窗户的 这个四肢脚里面 OK 然后呢 看起来好像大家就相当无视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圣杯寺反而会给我 有一种感受 就是说呢 在 在你叫 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很小众的讯息 在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事物啊 我觉得其实呢 要来沾 就是分一杯羹 要沾一下下这个东西 或要来拿这个东西的人 其实我个人觉得 他应该找出心理有数 或者是 你呢 是我 我讲一个 嗯 怎么讲呢 我不会说这是引狼入室 但是我会觉得说 你开门让这个人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 没有想得很清楚 或者是你防备心没有那么重 或这个人 他本身的人设状况是很好的 所以呢 你开门让他进来 然后接受 这一个合作 或接受这一段关系 或者是接受我们这一段 往来的这个状况当中 你 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觉得你是有点困惑的 你会觉得 嗯 奇怪了 这个人好像哪里怪 但我好像看不太出来 所以在过去这个状况当中呢 我会觉得这个 给你交手相关状况 人事物就会开始让你 陷入到这种很困惑 然后会觉得说 诶 我到底有没有能力做这个东西 我当初做这个决定到底 对不对呢 然后你就会对自己有点confuse OK 那接着这些东西 可能呢 因为你每个人交手的状况不同 可能你跟他交手的过程 可能是金钱上面往来 就会开始造成 你在金钱上面的安全感 有所动摇 所以来到现阶段 这个能量场呢 你抽到的牌卡呢 是这个保健5 然后还有这个 圣杯 这个应该是圣杯式者 Anyway 没关系 我不是按照牌义解释的 这一张保健5 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 你看哦 这是一个山洞 里面有很多眼睛 对不对 好 这个很多眼睛 让我看起来就有点 就是像 有点像猫腻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保健5 就是象征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啊 终于啊 吃干妈尽了 或者是终于来你这边 得到一些好东西 他们是暗中在想 什么时候 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背叛 或这个伤心 或这个难过 它是会出现的 OK 也正是因为出现在 这个过程当中 你看哦 这就是为什么 我跟你讲啊 这些人啊 拿着你这个圣杯衣啊 在这边沐浴呢 在这边喝个多快乐呢 还传递来传递去呢 他们完全没有想到 你是在这边 因为这个合作 因为这段关系 或因为你的意愿 而去成就了这个圣杯流 然后接着呢 他们就拿着 其中一个圣杯 在那边喝来喝去 大家互相分享 OK好 所以呢 我会感觉哈 这个保健舞啊 跟这个 剩下在这个角落的圣杯舞 是一样的 你后来可能才发现 哦 原来他们的用意是这样 哦 原来他们是这样子的 哦 原来我 我可能 一直在做一个 就是根本得不到 好处的一件事情 所以来到这里呢 这个挑战牌卡的验证牌卡 就是恶魔牌卡 以及公平正义 我觉得这两张牌卡 来验证你这个 保健酒 非常之好 意思就是说 你要去挑战这个状况的话 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哦 你要去的 就是争取到 属于你的公平正义之外 还有一件事情 不要被你自己的心魔困住了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假设好了 这个状况是这样 你可能去跟主管 谈这件事情 你可能饭碗不饱啊 对不对 主管说 大家都同事 有什么好计较的 你这么计较 那就别干了吧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恶魔 我个人会感觉 比较有点像说 你再去争取这个公平正义 或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你心里 可能会有顾虑的 有挂爱的 或紧张的 或担忧的 OK 比如说 可能要失去这段关系啊 失去这个饭碗啊 或者是失去这段友情啊 都可以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你在这个公平正义 牌卡这边衡量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在这边是有一只狮子的 你要拿出你自己的力量 去捍卫这座城堡的 所以在未来 你的能量场里面呢 验证牌卡 是这个权杖4 还有这个权杖9 还有这个权杖国女王 OK好 来 这个呢 非常之好 你这个权杖国王 跟权杖女王 它其实是一个 Power Couple在这边的 还有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未来 为什么我跟你讲 你去争取这个东西的时候 这三样东西要带上 力量 智慧 谋略 还有行动 对吧 OK好 所以呢 在这边呢 他们叫我先这样给你看 这个权杖9呢 加上这个权杖女王呢 其实象征的呢 也就是权杖石 OK 那权杖石呢 接下来下一张牌卡 这个是权杖4 这个是象征的是说 你会得来 你真正想要 能够稳固下来的 比如说 我们就讲吧 讲清楚 说明白 好 我们就得到一个答案 我心呢 就会稳定下来 比如说好吧 我就觉得这个公司文化不适合 我就离开了 我比如说 这个关系就是不适合 其实你反而离开 你内心反而稳定下来 因为那个不安全的 不定时炸弹 反而被你拆掉了 OK好 所以这个权杖9 有点像说 我要拼命的往上爬 爬上之后呢 你才能够走到这个权杖石 意思就是权杖9 加权杖1 加权杖石 你要拿着这根权杖 其实说实在的 就是这个权杖国王 你要拿着这根权杖 为你自己去打下一个 你自己的权益 对不对 勇敢说出 你觉得你看对方 不顺眼的地方 你们两个人之间 如果不把这些事情 说清楚讲明白 有解决的机会的话 那这个地基就不会稳的 OK好 所以权杖9呢 其实呢 在过去这个状况当中 也有 OK好 在权杖9前后 是互相对照的 互相验证的 这个权杖9的意思是说 你要借力实力 OK 为什么权杖9 对不起 为什么权杖9前后出现 要借力实力呢 意思是说 之前这些人 是拿这些权杖来打你 接着你要利用 他们的权杖 向往高处爬 往这边走 对不对 比如说终于啊 有 我们这样讲 那个同事就是把你的 这些功脑全部拿走了 或这个感情对象 就是要把你所有的东西 收刮走了 太好了 正是因为这样 你就可以找到 对方的 比如说弱点 或讲出事实 或距离力争 告诉大家 这件事情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你是借力实力 向上爬的 而来到了 你反而会觉得 这个稳定度才会有 因为我已经把事情公开了 我已经把这些东西 都讲清楚了 我还把这些 对方是怎么样的人 我也都跟主管讲了 你反而会觉得 事情反而有所推进的 这种稳定感 我觉得这边有点巧妙 我不知道我这样形容 你们懂不懂 所以你在这边这个 权杖女王呢 反而就像一个大树 一样稳稳的坐在那里 OK 所以我觉得你的能量 长到后面这边 如果你真的决定 要去挑战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成功呢 是蛮指日可待 还有你自己的气势啊 力量啊 都会拿出来的 OK 好 那接下来 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你的验证牌卡 训练人牌卡 然后还有judgment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 我要跟你讲 这个呢 如果假设 你真的要去挑战 这个东西的话呢 你一定要能够 为你自己去争取 这个公平正义之外 只有这样 你才会真正找到 适合你的人 你才能够过得了 这个坎啊 才不会把这些 月亮啊 情绪啊 遭遇啊 阴暗这一面呢 卡在你自己的心里 OK 所以如果你真的 想过这个坎 而放下这些 可能或许 我们这样讲吧 可能就是这些 莫名其妙的人 或莫名其妙的事 我觉得呢 你真的要为你自己 站出来 这边有一个时钟 是这样 鸦鸦鸦的那种 那种摇铃 我个人会感觉 你自己心里 可能也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时候到了 我真正应该去找的是 像这样子的人 或这样的事 或这样的工作 或这样的合作伙伴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只要你这边 自己调试的好 过得了 这个坎的话 我倒是呢 不太替你担心 母羊座的朋友 我只是觉得 在这一段的状况当中 可能需要多一点时间消化而已 OK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就来抽最后一张 就一张而已啦 最后一张 这个宇宙跟天使 要给你的这个补充讯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吧 这张牌卡 叫做Dulip 硬实就是说 你要能够信心于愿 你要能够向前走 宇宙会接住你的 OK 宇宙会接住你的 你得先向下跳 我才能接住你嘛 你不跳 我怎么接住你嘛 而且你不跳 我怎么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嘛 好 对不对 OK 而且你看喔 他们叫我给你看喔 你看 这是不是又一个大月亮 就是都在你的脑袋上 OK 你如果不跳出这样的担忧 框架 顾虑 而去争取 去主动 去行动 去推翻这些东西的话 这些东西啊 永远你只能站在悬崖上面而已 你就是只能持续站在悬崖上面 然后下的半时 好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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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下去不就 等一下 我先讲清楚 我不是叫你真的跳下去 或者是在生活上 做这种不OK的事情啊 我的意思是说 这是一个比喻 就是当你跳下去 你才会开始感受到 这一股稳定度 自由 看见真实的答案 或看见真正解决事情的方法 所以这件事情 就是要特别告诉 母羊座 母羊座跟白羊座的朋友们 这个是要由你自己来决定 你站在悬崖上 当然会一直很害怕 你女居高症 你当然下半时啊 但是你跳下来之后 你发现 我到地了 我着地了 其实好像没那么可怕 因为是 当你去克服这个恐惧 当你去愿意去 冲破这个挑战牌卡 也就是这个恶魔牌卡 在这边哦 你这样子 第一你知道事实 第二你知道真相 第三 你得到你要的公平跟正义 对吧 OK好 所以呢 我觉得母羊座的朋友们 在这两到三中后 可能或许会有一些 我觉得 可能蛮重大的决定 或者是对你来讲 蛮重要的一个选择 我觉得就好好去思考 好好去做一个调整 你要去看 真正在未来 你想巩固的 你想拥有的 你想要维持的 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你就很清楚 知道哪一条路 是你想走的 好吧 OK 好的 那以上 这个就是要给母羊座 这一次的 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 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 和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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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